相信电视机前面有多观众朋友 对于静雅选食材的功力是一流的 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食材要花一笔费用 可是你的食材选的都让屋主觉得 这个费用花得很值得 而且哈达的食材是独一无二的 重点是你都帮食材找到一个 最好的位置去展现它 对 在我们的暗场里面 其实食材扮演非常重的角色 那像我们清古典的一个风格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我们会希望说它的食材是比较轻柔的 对 然后像我们玄关 因为它可能是考虑落成的问题 所以它的食材颜色虽然比较深 它是一个组木绿的食材 但是它属于大地的色彩 整个色系看上去是协调的对不对 对 OK 那像如果是一个比较时尚 现代的一个风格呢 像我们用的石头呢 就可能会比较 颜色比较深一点 那像凡赛斯 它黑色中带着金黄色 那它有倒睡丰收的意思 那其实贵族皇室很喜欢用 那它也代表着就是高贵典雅的一个品味 OK 两种不同风格 你在选食材上面就会决定给别人感觉跟印象 那在你比较清古典这一间 我觉得电视主墙的食材也蛮有味道的 对 那像清古典的这样子一个风格 它的食材是行云流水 那因为它有淡淡的褐色跟绿色 那其实很符合这样子清古典 大地色彩的一个氛围 那像比较时尚的这个部分呢 它的食材我们用了就是 普罗旺斯的冻食 那它颜色呢是比较内敛沉稳的 OK 好 那么我刚刚有说过 观众最喜欢你选食材 在于你独到的眼光 同样花一样的钱 可是你选出来的食材 总是让人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甚至是包含一些食材 你都会让它呈现那种 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像今天的吧台就是这样子的 像我们不同区域 我们可能考虑不同的食材 那在吧台部分呢 我们希望吧台的食材 颜色不要太轻 因为吧台可能很多汤汤水水的问题 所以稍微有点纹路啊 有点花色的食材 可以掩盖这些问题 而且在石头部分 那因为它有些薄板 它是可以做透光效果的 透光效果的吧台呢 可以让这个量体看起来更轻 而且在晚上的时候 又别有一番风味 OK 好 通常我看过你所用的食材 都会非常的难忘 而你身后的这块 我相信观众朋友看了 也一定会很难忘 对 身后这块石头它叫赤壁 它有三国风起云涌啊 然后万马奔腾的气势 所以它很适合放在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端井场面上 就是让人家看了就过目难忘 对 所以我想要在接下来呢 静雅的混搭风格一系列当中 会有她的一些想法 还有一些经验要分享给大家 敬请大家锁定我们这个小秘诀的部分哦 谢谢大家